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昨天解说完特别的累 我做了一个特别长的梦 是因为解说累所以做的梦吗 我先在梦里走啊走 碰到了刘晓松同学 刘晓松一口的东北味 跟我说 又如何 干啥呢 我跟他说 我说啥事儿 说呗 刘晓松说 哎呀 我就想找你唠唠嗑 我最近总在想 我是不是机器猫漫画里那个主角大雄的转世 我说 这哪来的话呢 刘晓松说 反正吧 老有人说我跟大雄长得挺像的 你看哈 我和大雄身边还都有一个胖猫 一个机器猫 一个胖橘猫 都挺胖的 还都没有脖子 然后我和大雄呢 就每天活在这个胖猫身边 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哎呀 反正就特别像 我就觉得我自己特别像是这个大雄的转世 我寻思了形子 我就跟刘晓松说 我说小松啊 你见过机器猫一天给大雄发一百多次金水吗 不是你什么时候见过大雄是个骑士 跟机器猫说我要骑你 多么的不文明 然后后来呢 我一想 也别太打击人家 因为这个谁呢 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嘛 对吧 对 然后我说 都是朋友安慰一下 我跟他说 小松啊 你是刘备之子刘善的转世 姓刘明善 自小松啊 这不昨天黄袍加身 穿金待遇挺好的嘛 好嘛 这一句话可说坏了 刘晓松追着我这一通打呀 边打还边骂街呢 你叫我刘善 我他妈刘善 那个胖猫就是我干爹 你知道不 有他妈长那样的诸葛亮吗 你见过脸的宽度和上面帽子同宽的诸葛亮吗 你看电视剧里面诸葛亮戴着帽子 哪个不是倒三角形 有他妈戴上帽子长方形脸的诸葛亮吗 他他妈昨天还投我 诸葛亮谋反呢 这是诸葛亮和刘善呢 这不是潘金莲和武大 潘金莲害武大郎吗 好嘛 追着我这一通打呀 哎呦 我就觉得心累 后来呢 我来到一片充满童话气息的小河畔 突然从河底出现了一位河神 河神问我 哎 小伙子 你刚才是不是掉进河里一个胖子叫JV 你看我现在手里一个金的JV 一个银的JV 你告诉我你掉进去的是哪个 你告诉我是哪个 我呀 想都没想 告诉你呀 我跟河神说金的 我掉进去是那个金的 河神呢 就非常的生气 河神跟我说 哎 小伙子 你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作为惩罚 你不仅得不到金JV和银JV 连最初掉进去那个胖JV也会被我拖入河底 勇士不得超生 这是对你的惩罚 我当时冲河神就乐了 我说河神呢 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你这是对我的惩罚吗 你这不是为民除害呀 北京城狼人杀玩的好的 又被我干掉一个 哎呀 我这个开心呢 我说河神呢 我这个要是回答我掉进去的是那个胖JV 按照童话 你是不是还得把那个金银JV都送给我 我要那么多小眼睛摆在家里干什么 我自己眼睛就这么小 我再摆个小眼睛的金JV 我再摆个小眼睛的银JV 我们六个眼睛凑个麻将六条吗 不是那大家平平理 他也凑不成六饼啊 撑不开呀 我拿张六条辟鞋呢 然后啊 回到家 我越想越高兴 第二天 我约饮料老师又来到了这条小河边 就是我们京城非常有名的七百多斤的饮料老师 我偷偷从后门一脚就把饮料给揣一下去了 只听扑通一声 饮料老师把整个河里的水全他妈给挤出来了 就剩他还有河神 还有昨天的JV 三个人在河地裸着 面面相去 河神和JV都吓懵了 JV本来和河神聊天呢 河神 你要不要去我的直播间刷拨礼物 我的直播间是巴巴 嗯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这个时候呢 还是我 我冲着河神就喊 河神啊 我掉进去的那是个金的饮料啊 不用给我送回来了 说完我就跑了 别提多开心了 然后呢 问题是水没了呀 他们都没淹死呀 这个就是河神的事了对吗 最后呢 我在河里 我在梦里碰到了一个小青蛙 他说他是JV家的青蛙 我说你该不会就是最近特别火的那个旅行青蛙吧 那个小青蛙说 嗯 是我 我说那讲道理 你现在是不是该跟我合个影 给他寄个明信片回去 小青蛙说 明信片 连个毛也不给他 天天在直播间骗礼物 连个蜡烛灯笼都不给我买 扔给我个十块钱的饼就把我打发出来了 我还给他寄明信片 嫂子那个青蛙花了三千块钱养啊 我就这待遇 我啥都不给他 我说 他骗那么多礼物 应该不至于这么抠吧 然后呢 小青蛙就说 哎呀 反正他呢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借口 最近的借口呢 就是京城大师赛礼物刷的太少 导致收入不高 就没有钱给我买这个灯笼 所以呢 观众朋友们 赶快刷墙呀 不看佛面 看蛙面 JY没素质 小青蛙没有罪呀 为了JY家的小青蛙能够出门有个灯笼 咱们今天是不是应该稍微给京城大师赛刷一些礼物 好 切换挥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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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 今天是这么设定好的一个开场 所以一开始跟童童老师沟通了一下 那么占用了童童老师很多的一个开场白的一个发言时间 所以呢 在这儿对童童老师表示感谢 呃 就是稍微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环节 不管大家喜欢不喜欢吧 就是希望大家呢 能开场笑一笑 呃 以个开心的心态迎接我们首届京城大师赛的压轴大戏 那么我现在正式宣布 第一届京城大师赛总决赛 最终日的巅峰决战 现在正式开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京城大师赛总决赛的最后一场 本次比赛由爱上老人杀手APP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乌茶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比赛中女巫所用的解药和毒药 均由乌茶提供 那我们今天玩的板子第一局是玉女烈白混 第二局是魔术师 第三局是骑士守卫 那我们先请我们在场的大师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由一号坚果侠开始 哎呀 一号玩家坚果侠 好吗 昨天发挥呢不是很好 然后我呢回去看了一宿JY的副盘 我呢今天呢感觉精力充沛 并且呢脑子里充满了智慧 好吧 今天昨天第二是黑幕啊 就给这钱不生效了是不是 今天呢好好发挥吧 好吧 我其实啊个人来讲 我不是一个这个争强好胜的人 但是呢我还是想得一次第一 说实话好吧 今天歪哥看能不能让让我 我就没得过第一 在咱们竞争大师赛 还好选有一次被淘汰了 这不是第一届吗 他得过一次 就是说咱们的常规赛啊 咱不能说是总决赛 他得过一次 火焰老师得过一次吧 是吧 跟你就不比了好吧 跟你就不比了 排回赛8至10名了 哈哈哈哈 排回赛8至10名了 哈哈哈哈 就别人都不说了好吧 那个咱们今天争取玩得开心 本本届最后最后一期了嘛 对吧 大家都用力点 好过了 二号开组 不是我听一号那个发言啊 就是JY肯定第一了对吧 只有你能跟他竞争第一 卧槽干嘛呢 我们这白赞住了 干嘛呢 卧槽 点点点吃的 还叫御膳 我们还不许吃啊 平民不许吃我们的御膳 我觉得我靠 就是你看他们的又果盘又水的 我靠我们这 我们就想吃一个严肃鸡 对吗 不过分吧 希望观众们不要只刷打扰了 还是多给我们一点严肃鸡 好吧 然后今天是这样 今天今天是这样 我跟那个导播已经商量好了 给我这镜头呢 多加几秒 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 幕后工作人员不容易 今天我们因为工作人员穿的 特别好 我把椅子就 你穿了没穿 这我看了半天了 你知道 我说小童名块没放好 他一看怎么回事 我也卧槽 等一下导播改一下视角 你们你们今天呀 就优先这样 优先投我二号 我二号出局 你们什么都能看得见 然后我尽量呢 我坐我也靠着椅子坐 让你们看见 我后边坐的是谁 我后边有一裁判 知道吧 其实穿的特别 反正 我也不知道 我们就荷尔蒙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青春洋溢的感觉 过了 一会你们等我出局 你们看啊 过了 三号火焰 大家好 我是火焰 然后我到了现在呢 我说几句这个正经的 这个 其实都说一直都说正经 我们四位大师 打完今天就全琴了 对吧 不容易不容易 然后呢 加上富国赛呢 我和乡玩家得完成了四十八局 一会儿就过去了 四十八局其实听的挺多的 但是一直没有 一直不觉得 是因为 是因为打了一个大师赛啊 我们觉得他特别开心 就不知不觉就过了四十八局了 已经打完今天晚上 所以我觉得 哎呀 场内场外 大家非常感谢你们 一直支持我们 然后呢 我提前把会的感言也说了吧 然后 虽然我没有拿到第一 但是我决赛赢了六局 然后全胜 然后呢 我是大家心目中的冠军 是心目中的大师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支持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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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牛肉干 我实名举报十号玩家 他把优柔 解说优柔的衣服给抢走了 搞得跟我一样怎么办呢 那句话就是 撞衫不可怕 谁丑谁尴尬 我现在贼尴尬 我也没办法 十号玩家用颜值来碾压我 怎么办呢 今天六号玩家变回正常画风了 有点遗憾好吧 有点遗憾 你还想看啊 多好看呀 我昨天念念不忘呢 好吧 那个别的也没什么 就是很荣幸的来参加精神大师赛吧 也是特别 特别敬重场上的四大师 我觉得自问我自己 虽然说前段时间 谎称学习 如果我就第一期就来 我觉得我也坚持不到现在应该 所以我觉得你们都很强 比我强比我强 比我强比我强 然后今天最后 还会不会被淘汰 啊 行吧行吧 然后希望今天有一个好的结尾吧 好的结尾好吧 过来 五号桃子 呃 那那个一号玩家想要第一我给你打辅助 因为 因为我们很多像我这样的玩家 就是大家都知道是 不是很计较那个输赢的 比如说平时 因为我比较了解这个打分机制 跟我们其实杀人差不多 有主观分的 就是我知道你怎么样 怎么样拿分呢 彩狼 然后发动战术 然后对整个游戏有推动作用 就比较容易拿分 就比较容易拿第一 但是像我这样的选手 我从很远的地方来 我们从上海来 其实我和一号 还有那个八号 我们过来非常不容易 上海铁路停运 然后我们的那个车 第一天都停掉了 再等下一班 等了很久才过来 特地到北京这边来 以武会友 我觉得在座各位 其实综合素养都非常的高 其实还蛮开心的 跟大家一起玩 比如说像那个三号玩家 他是个狼我就轻轻点一下 因为我觉得他摸狼 真的发言发得超好 其实昨天那个 十二号玩家一倒牌 我就知道三十一 总共是两狼 但是这样怼他 那就没有什么逻辑性 所以我就轻采一下 我希望我摸狼的时候 大家也轻轻地采我 不要太重 然后还蛮开心的 希望以后 还有机会和大家一起玩 特别是那个九号玩家 九号玩家 他今天加我微信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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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很希望 他说他很希望 跟我一起做同伴 我说好 那我们是两狼 因为我 对 我觉得他发言特别好 我说那你汉跳 你汉跳 我们就把渔原家给投了 其实呢 也有可能是我汉跳 他冲锋 等会大家猜猜看 我们两个到底 谁是一个汉跳 过来 六号见十一 就是我希望 就是今天 也没什么想说的 就希望今天 能够阵阵长长的 就是发挥就行了 对吧 然后别再拿个十二名了 我觉得蛮难受的 昨天又是第十二 我觉得 这有时候名字起的 就蛮怪的 为什么非要改个这个名字 然后改完之后 就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都是 还有大家就是 众望所归 女装没穿 然后原因是就是 具体也不方便 就有人给我 微博私信 给我发了五百块红包 说是你别穿了 我就发给你 我说好吧 你就为点小钱 那就辜负了 大家的一些眼光了 就看不到了 然后其实今天 我蛮想希望 我包括很多人 都是蛮希望四号穿的 那既然你四号 当时跟十号撞衫了 为什么不选择扮女装 我觉得应该特别漂亮 然后今天的话 我也希望自己 能够有个好的表现吧 嗯别再打错人 别再运运糊糊的了 好我过了 七号接歪 哦那蔡包子不是有女朋友吗 怎么 去日本了 哦 那个 好好说啊 好好说啊 我们今天这个比赛呢 就是我们会有两个奖项 一个是第一名冠军奖 一个是人气奖 这两个奖项呢 我们今天会 这个肯定会发了 我们第一名的一个冠军奖杯呢 成本是两万 那个人气奖呢是一万 谁拿着奖啊 谁就交钱 所以呢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 这个到时候呢 大家呢 一手交钱 一手交 我们一手交货 好吧 那个微信支付宝也都可以 这个东西呢 我们上了京城大师赛 这个桌上就不能反悔了 好吧 希望今天大家加油 我特别希望 如果是一个人拿了 拿了两个奖的话 那就可以打个九折 好吧 反正我们三万块钱成本 就在摆着呢 谁想拿奖呢 都没关系 希望大家今天都多努力 好吧 反正也就三万块钱 因为奖杯 这个奖杯确实挺贵的 其他没什么 好吗 八号玩家刚才说 挺想拿奖的 嗯 挺好了啊 八号刘晓松 那个刚才这个 七号玩家跟我说 这个最佳人气奖 一万块钱 我说 我说一万块钱是啥意思 是给我发一万块钱奖金吗 他说不是 是我们那个奖杯成本是一万 我说这个奖杯怎么值一万啊 他说这个奖杯能升值 这个放一段时间能涨三倍 我说那这样哥 奖杯我就不要了 你给我推两万就行 就 不同意 然后说要报复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小心眼 那你就自己都拿下得了 咱也不要了 今天就让你自己得双账 这个 说点这个正经的 你别吃我吸过了行吗 人给我点的挺贵的 这个 非常开心 不能说是非常开心 就可能是正常发挥吧 因为实力所然 就是 很正常的 打了42场 今天打完 打了42场比赛 然后这个每一期的成绩都非常的优秀 所以说能走到今天 其中也得过第三名 得过一次第四 然后还得过 还得过 还得过一次第五 剩下就不提了 但反正没被淘汰过 这个挺好的 那我希望这个 咱们这个下一季竞争大实赛吧 这个能够做得更好 然后这个在下一季竞争大实赛的时候 经费不至于这么紧张 让歪哥你说多可怜呢 到今天靠麦奖杯来这个挽回着吧 我今天好好发挥吧 然后希望大家 那个今天能够玩得开心 毕竟 也没什么这个功力了 也没有说什么今天被淘汰 下期来不了啥 大家就 这个放轻松 这个 比赛第二 这个娱乐第一 呃 将杯第一是吗 将杯第一 我提前这个恭喜七号 呃 获得这个 游戏的第一和游戏人气的第一 呃 我就我就到这了 谢谢 九号菜包子 我们今天 如果啊 我是说万一 我们没打赢这个七号 万一啊 万一我们 没打赢七号 那肯定不是实力的问题 主要就是因为啊 我们知道这个奖杯非常珍贵 我们呢 又很尊敬 又很尊敬外格 所以呢 我们大家就把这个奖杯升职的机会 这笔投资的机会 让给了七号玩家 所以大家待会千万不要有压力 因为我们得不了第一名 是 是让的 是吧 这个奖杯是我们让出去的 你 你不要 没有压力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得到了一个内部消息 就是 如果今天的排名在后两名 你就没有资格作为 下一季的 京城大师赛的首发嘉宾了 那把我戒指 哈哈 那你来不上了 哈哈 你看 我就想说建锡 建锡刚刚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我很替他着急 他说他希望今天要发挥稳定 我想了一下 你在京城大师赛没几场表现 第一 第一场 连续两局 第十二名 淘汰赛 复活赛第一场 第十二名 第二场 特别carry 最后进入了前二 昨天第十二名 所以你要是发挥稳定的话 你今天应该还是第十二名 所以我替你特别特别难受 我觉得我应该祝你 时长发挥 我先提前祝你 时长发挥 好吧 我这么说是不是特别招恨啊 哈哈 没有没有 我其实跟武汉玩家 不只还有这个战术 他没有告诉你们而已 待会我们就会打出 如果我们能拿到狼队呃 肯定没有这么简单的战术 怎么让你们就一下看出来 十一号玩家 昨天我带你躺赢了 你没什么想谢谢我的吗 我过了 十号玩具枪 周一坤现在是真的是厉害 真的 不是周一坤现在觉得 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行你知道吗 我现在我给他发微信他都不回 都是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回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每次我说 就是我说我现在都喊他哥你知道吗 原来都喊他喊阿坤 现在我都喊哥 有时间吃鸡吗 他直接 他原来都回我那种很可爱的那种猫猫的表情 你知道吗 现在都是一个很很冷漠一个字 不 滚 然后就这样 然后我说 哎你昨天晚上对什么什么 困了 就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第四天第四地了 你不要乱加别人微信 女朋友在日本太辛苦了 你干嘛呀 我说实话咱们这么好的关系 你千万不要 好吧 我们赶快开始吧 好吧 睡一段 还加了谁微信不 你不要 过了过了过了 十一号四五 十号玩家女朋友从日本回来啊 带礼物了 给我们小伙伴的女友 没有 没有十号玩家的礼物 所以呢 十号玩家呢 就心里呢 就不太平衡 十号玩家素质太低 真的 我我我昨天回去想了想 你看啊 三号玩家 七号玩家也当过机器人 人家呢 复活赛亚手 为什么呢 人家都知道 不想让其他的玩家 就就抄了答案 人家亚手 你呢 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呢 怕给老人 干活 亚压手 你这种机器人 素质就有点低了 真的 你昨天的行径呢 我就不揭露你了 因为呢 咱们俩看那个牌那件事呢 是我提议的 你一下就觉得 卧槽这招太扭心了 结果呢 干出这种没素质的事了 你把锅甩在我身上 你说说我素质低 当时你是不是觉得 卧槽11号玩家太机灵了 这种事情都吓得出来 因为听发言 他肯定是听不出来 12号玩家 到底是狼 还是好人呢 卧槽还有这种招数 欣然阴影 这事肯定是我们俩一块干的 他能把锅推给我 这种机器人素质就太低了 那你锁定一个淘汰名额是这种的 脑子是机器人 其他没有了 让12号玩家发言 12号走 你这么的意思使我不太能接受 10号玩家还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人 你想想昨天第一把 7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任狼 对吗 10号玩家作为一名正义感好的好人 一票就举到了四头上 诶 我真的 我今天第一把如果是个好人 汗跳的那个人 只要任狼 我就投原家 我们是好玩家 好吧 我 其他的不多说了吧 我 诶 主要是9号玩家 我觉得最后一把 不是你带着11号玩家 唐赢的 可能是我 12带着11 我要是但凡举一票四 我 我但凡举了一票四 这11就出去了 好吧 希望今天正常发挥吧 我之前一直都是一个什么 言行不一的人 对吗 昨天 昨天言行统一了 也不太好 也不太好 反正今天 我昨天晚上结束之后 跟5号玩家 陶子小姐姐 稍微 微信早的加了 微信早的加 只不过交流一下 这个狼人杀的游戏的一种心得吧 我学习了一下 反正 归纳了一下 叫看心情投 今天只要女巫有人说要读我 我就同女巫点 我跟你说 好 我都不会给你拍 你都不会 我太能 趁热了 趁热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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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热了 好 好 好 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我们先 来采访一下 我都是用爱上狼人杀 我们是3月份 现在暂时有消息 可能会在3月份就开了 对 2万的 对 2万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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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所有人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1万的在那个边上的 我觉得这个你说等一会儿等一现在谁会把这个买走呢 精拍买走 还是外哥希望大一点 外哥希望大一点 刚才有那个弹幕问王宝宝去哪了 可能昨天没看 昨天啊 在上海那边就是大雪封山 然后飞机呢开不了 然后王宝宝呢又耽误了火车 然后没有赶上跟桃子一块过来 然后他又丢了身份证 所以呢反正就是找了一堆理由 反正这个人是消失了 来不了 所以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咱们这次比赛啊 是一个高颜值的比赛 对 无论是从嘉宾到解说 对吗 所以他来不了 是有原因的 解说其实一般都是只有一半高颜值 能保证一半是肯定的 我们再介绍一下今天的板子吧 今天的板子呢是这样 第一局还是我们经典的这个玉女猎白混的板子 第二局呢是一个魔术师的一个板子 好像应该是第一次在我们这京城台赛出现 第三局是一个白狼王的板子 但是是一个骑手白狼王 也就是骑士和白狼王对标 我们再次呢感谢一下 对 其实每一次啊 当我差一点觉得站不对边的时候 我都会喝一杯乌茶 来提神醒脑 立刻就站队了 所以很感谢乌茶 确实是非常好喝 我们这个后半段的时间 基本上我们所有的饮料都是乌茶提供的 各种我们现在都喝过了 总共已经有将近十种的口味了 这个水果茶也特别好喝 而且感觉营养又健康 对 我的衣服呀 我的衣服那我能说啥 昨天那件挺好看的 然后来了之后 今天就给我这么一件 我说昨天那个衣服 好歹像个平民或者女巫什么的 今天给了我一件盗贼的衣服 然后导播跟我说 那玩具枪把我的衣服直接给抢了 我说那能说啥 你看我就没有这种困扰了 还是比玩具枪穿上应该好看一点 你看我就没有这种困扰了 我们现在女嘉宾只有桃子一位 其实我特别想跟他们一起参加比赛的 哎呀 女嘉宾太少了 看里面像和尚局 我们可能 第二季也可能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说这个退赛一定不能回来 这个是不是有的商学 当然这个都是我们后面 因为有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去讨论这个事情 好啊好 大体上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第一句玉女烈白混 你觉得现在玉女烈白混这个板子算是平衡吗 因为我们会觉得玉女烈白没混肯定是不平衡 但是玉女烈白混呢 好像又稍微有点对狼人 稍微平衡一点 但是说真的啊 我自己在玩的时候 我感觉到好多人的榜样 基本上选的还都是好人 因为大家现在多多少少都会一些迷向 大家还是觉得好像容易赢一点嘛 下次我拿了混子 我就一定对着狼人迷 一定对着狼人混 但是也有那种就特别没素质的七号玩家 永远就混着 冲着狼人就混呢 但是他不是每一次都拿到混子 昨天我不知道你比赛看没看 第一把歪哥是一个混子 直接就直接抛了一个狼人 就是火焰老师 抛了他一张 火焰是个狼 而且他在井上应该是已经抿到了 火焰一定是一张偏坏的牌 直接他在井上就汗跳了 对我就特别喜欢看到这样的比赛 第一天把他给推了之后 直接狼队后来就拍到了 OKOK我们可以切到第一局的比赛了 好 三二一天亮了 竞选警长请在我到时候按灯 三二一请按灯 上井玩家有 一号三号五号七号八号 一三五七八上井 游戏时间为十二分 由一号玩家开始发言 哎 每次都是我先发言 我呢 在这呢 我想 算了我也不说我的闽人心得了 万一是闽着神 给狼干活也不好 好吧 我呢 再听见你们 因为井上呢 人也比较少 也没有什么过多可 什么诈身份啊 这那的一些废操作 那就听你们井上的人去聊 好吧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我在这个位置呢 就过了 好吧 咱们井下再聊 井下呢 集合发言 我到我的位置呢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 我对每个人身份的定义 好吧 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昨天忘了一件事 就忘了感谢鲤鱼夫人送的食 投食 然后今天补一下道个歉 好吧 没感谢人家 然后昨天确实发个美狗条 然后呢 今天赶紧补上 你看今天也没投食 你说弄的多尴尬 好吧 感谢感谢感谢 他们都饿了 然后再有一个四斤水 井会流62 行吧 就这样吧 然后是个人员家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女巫迟到了吧 我怎么觉得 昨天晚上女巫迟到了呀 反正我听那个节奏 女巫在开读的时候 时间那么长 我觉得女巫在想读谁 所以我觉得女巫迟到了 看吧 就这么点信息 就这么点心得 其他人我顾不上了 我就是 反正井下有一个四是我的精神 我已知了 然后六号玩家 我锁定那张牌 我其实厌不厌你 你也跑不了 行吧 愿意倒钩 愿意冲锋 你随便 好吧 我的62 然后11号玩家 自己能战队队 好像说听说 然后看看11号玩家表现 看看4号玩家表现 看看62怎么做 12我都不管 78这都我都不管 我管不过来 好吗 预言家过了 5号玩家请发言 你等会我会不会退水啊 因为6号还用验吗 身份写在脸上 但是我也不觉得你像个狼 因为我觉得11号玩家真的有身份 我觉得那个3号玩家跟我看的一样 61 11好像每次有身份 都很急着把亏带起来 我们大家都在开玩笑 你那个亏都要带到脸上去了 要闷死在里面了 我觉得 祖宙你怎么从来不摸狼的 我来的每次都看到你是好人 长期是好人 能不能摸一个狼啊 然后看一下狼和好人有什么区别 比较放心 因为1号玩家是个好人 3 我听的还偏向于一个好人 我是一个好人 那那个见识一郎 等会就听你表水吧 因为那个9号玩家说 期待你的那个什么市场表现 等会我也期待一下 他说你表现的好就会第12 所以希望你表现的失常一点 我是一个好人 看看后面有没有对跳吧 过了 7号玩家请发言 9号茶茶 景辉刘鲜艳 现在这张6吧 先4吧 因为4是三发精神 先4 再加6 6确实拿牌主不好 但是摸9的新竹力城 高配啊 摸一下 就一样的9 是张狼人牌 3号应该是跟我喊跳 8号 8号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好 我就说这么多 8号不用验 听你发言就知道了 9 我很遗憾是个茶茶 景辉刘鲜艳4 再言6 够了 8号玩家请发言 预言甲7茶茶 预言甲7茶茶 你退学也没有用 退学你也是我一张茶茶牌 昨天我儿魔的骑士上茶茶牌 然后 我 如果说三是给我汉桥跳的话 我觉得这个 我应该是跟三不认识的 我觉得1还行 我摸两张景下的牌 我 摸一下这个四 摸下这个四 我随便先留一下 然后一会再改 摸个这个四 摸一个这个 十一 然后这个七手的叉叉 我验他没有什么吸入立场 就是想赢 然后这个 我想要景辉 三 没有啥多说的了 我就想要景辉 我是个游言家七手的叉叉牌 景辉留先留一下 一会儿你们再看 景辉留先留这个 四再留这个十亿 我是游言家七手的叉叉牌 过了 警察玩家翻完毕 退水玩家请灭凳 依旧在景辉的玩家有 三号八号 请未进选玩家开始投票 慢举无效 三二一请投票 二号 二号六号 投票给三号 四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 投票给八号 八号玩家当选警长 昨夜双死 四号十号玩家死亡 请四号玩家先留一言 你砍到我吧 我知道白哥是狼 我觉得 就开牌前就他跟我对视了一下 但我读他也不合适 上来第一把把他读了 多不合适 七应该是狼吧 六所有人都把你点爆了 你上票三 那你也是狼呗 三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匪同伴 可能是个混子吧 因为三在这里跳了 七又跳 可能不确定三是不是狼混吧 可能不太认识这个三 那就是六七两狼 三可能是个狼混 反正应该是原家吧 因为我定七是个狼 那你八是个狼队友 你会卖七吗 不太存在吧 我反水站八的边 我是个女巫 读十不知道 可能读错了吧 那我就锁定了一个七 也没有读 反正我就外周围乱撒了 你们那四张牌随便撒了一个 八跟我撞山 我就让他跟我一块出去了 好吧 不太像了 可能读错了 读错了不太好打 今天先把七扔了吧 反不占三的边 不占三的边 我觉得 而且 而且我觉得你给我发精水 就是在找女巫 挺像在找女巫的 好吧 反正 无所谓了 砍了砍了呗 你发一言吧 好吧 我是让女巫牌出去的 我占边八 今天我想出击好吧 十号玩家请留意 我是一个普通村民 我四号玩家 你定七号玩家是狼 你毒他呀 我操 你定七号玩家是一个狼人 你毒我识 你认为我十号玩家 刀的你 逻辑玩家 不是这句话 你怎么发出来的 你定七号玩家是一个狼人 然后你毒的十号玩家 咱们四个随便 咱们四个随便读一个 人性 哥 人性 我是个普通村民 我听 不是因为一开始 我通过八的状态 我想站八的边 但是我听了你发言 我就不那么确定了 真的 因为你是女巫 你不仅读错了人 而且我认为你99.8% 还站错了边 因为八景上有一个点很奇怪的 那一点是我通过状态把它忽略掉了 是因为他对五的身份定义 他认为五不认识那个三 他对先知为的那几张牌里面 尤其是那个五 我是一张平民牌 我对于他对五的定义不好 因为五起身说 他认为三是一张能退水的牌 而且跟三敏的一样 去敏了十一对吗 你怎么能认为五和三不见面呢 五都说了他敏人和三是一模一样的 你怎么能认为他跟他不认识呢 我觉得这句话很奇怪的 当然了 我已经出局了 跟我没关系的 我只给你们提供一个参考 反正呢 女巫是四对吗 六号玩家投了三是吗 哦 阴阳倒钩 反正 龙哥是站了八号玩家的边 我作为一个普通村民 我会去站三的边 因为 因为 我觉得没什么 他独了就独了 我真的是个普通村民啊 好人 你们加油 现在已经两个好人走了 我只是给你们提供参考 因为四号玩家站了八号玩家的边 好吗 我只过了过了 演完毕 请警长选择七号或九号发言 七号玩家请发言 我是张好人 请上五天三的发言 我就三向个预言家 因为那个时候五已经没有跳预言家了 在我这个位置发言后面还有个八 我是张好人 那也就是说八这个位置 我认三是张预言家 那八这个位置有可能是一张即将汉跳的 那我这个位置呢 给九发一张茶沙 我的用意是在于 如果我给九发一张茶沙发错了 如果九是张好人 八一张老人的情况下 八觉得九是张好人被我七茶沙了 他可能会以为我七是张混子 混了谁 那八可能就不起跳了 如果八不跳 我就会退水 八警会给三 这是我自己想的一个问题 那八还依然起跳了 发我七个茶沙 是不是我发这张茶沙 查对了 还是说八压根就是想干我 就是想要汉跳发我茶沙 这些我不知道 所以九的身份呢 现在我定不死 所以说 嗯 这是我的一些心路历什么 六号玩家应该是张狼 为什么 四号玩家死了之后 双死 六号玩家就 趁我乐子已经不行了 六号玩家应该是张狼 不用管六号投票投的谁 所以我觉得六号是张狼 八号是张狼 嗯 还有上票给八的里面应该有张狼 二上给的 三 二应该是张好人 嗯 九这个位置虽然不能保 因为如果八这个人他没起跳 如果八不跳了 他以为我是个混子 查查到一张好人 那九就应该是个好人 但是八跳了 有可能查查到八的同伴了 当然不把九打死 所以说 啊这是我为什么井上跳原家发酒 查查的原因 嗯 八现在发我查查 那我表水呗 我怎么表 我张平民 嗯 就说这么多吧 我按照轮次来讲 嗯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什么分票出 出什么外之位的六啊什么的 反正今天就出八就可以了 嗯 就说这么多吧 你们好人呢 嗯 多思考思考我说的话 好吧 我先这位发言也就说这么多了 从票情上来讲 我觉得 二六里面二下那个好人 六下那个狼 嗯 出八吧 过了 你们觉得我是狼 你们今天出我吗 我底牌是张白痴牌 那我觉得石是个狼 因为石言心不一啊 他投票投给了这个八 然后呢 数起来说八不是原家 他要去站边三 然后他站边理由特别牵强 他站边理由是说 因为他觉得四号的配置 他读错了人 所以在这个位置 那他一定站错了边 我觉得这是一个荒谬之谈 我为什么笑呢 我是我觉得 在那个笑 我说Y哥也有这样一天 他被发查杀 然后还是在后 前这位发过言之后 莫这位的一张预言家查杀他 为什么投三呢 我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井下的好人 大概都能投对票 呃 女巫投了八 十 十一 九 还有十二 投的也是八 一井上啥也没聊 我不知道你是个啥 吴启生说 我身份写脸上了 我确实 之前昨天三把摸的都平民 今天摸的张身份牌 确实有点挂像 你没办法 你是张 如果你是张好人牌 你点我 可能是因为我吃挂像了 我以为底牌是张白痴 我跳出来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要站边这张八号牌 我要出这个七 呃 因为我觉得三不是个预言家 他起身那个状态就不是 他说我咽四十个精髓 有点慌 感觉中间顿了一下 我讲如果是张预言家牌 还不可能认得了 还有是 头三的理由 就是因为我觉得 呃 无所谓 我底牌 身底牌压制 随便投一票 那你们就算不信我 今天投我出局 那 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觉得 十是张狼牌出局 然后七十个狼 然后三十个狼 另外一个狼可能是二 对吧 五这张牌的话 七没点过 至于这张九号牌 我觉得得是张好人牌 十二的话 还行 因为他的那个 呃 四出局和十出局的时候 十二号在那个都觉得挺难受的 我觉得应该是张好人牌的状态 他演他演不出来 他只能 他只能是好人那个状态 那拍拍坑位的话 二狼 三狼 七狼 十狼 没了 对吧 呃 可能今天我又正常发挥了 又要第十二名了 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但凡有时候点对了 那也蛮惨的 最后莫名其妙就输了 至于五啊 你点我我也不提了 因为我摸了张身份牌 你点我的话 还有三十秒 总归跟之前拿平民不一样 呃 我再听听二吧 因为一我确实不知道他啥 因为如果一 他如果是张好人牌 应该很强势 锦上的话 说什么在那藏藏掩掩的 我觉得有点怪 再听听一吧 可能如果 要不你 你不是有锦辉吗 你晚上去摸摸这个二 定二十张好人牌 我觉得一差不多了 然后剩下那张枪 你们藏好就行了 总归呃 今天出了七 晚上八倒牌 倒完之后就是我倒 对吧 呃 我觉得没什么了 今天出七 五号玩家请发言 哎 我觉得 六号玩家 如果底牌是张白痴牌 实在是难以想象 你底牌是个白痴 你认为 八是一个预言家 就是你是个警察 他是你的警同伴 所以你去投了一个匪徒 你去支撑他 这什么逻辑啊 到底 简直受不了 是不是阴阳倒勾啊 那么 十号玩家读出去 应该是一个好人吧 四郎在场 兄弟 你好像没有市场发挥 发挥得很好 你说 因为我是张白痴牌 所以我要去战鞭八 出这个七 如果你们不相信 就出了我 我是个白痴 所以出了我 这什么话 本来那五号 呃 那个六号玩家汉跳 我是不太想拍他的 如果我们杀人 我就直接任一个平民 把他拍出去 但是 我底牌是张白痴牌 我想万一我晚上死了 他就一直在这里跳 可能要背锅 所以还是要起跳来拍你 那么枪牌记记好 我是张白痴牌 那就六号玩家先出局 应该是个阴阳倒勾吧 到底准备勾谁啊 受不了 反正发言很差 就头六 三和八 我觉得八号玩家 发言挺好的 但是三我也不太觉得 像一个汗跳呀 是不是里面有张混子牌啊 而且我觉得七发言挺好的 头六 后志位的好人 归一下票不要分票 本轮请六号玩家出局 我是一张白痴牌 那我先去死 我为预言家和枪牌先死 枪牌记记好 任一个平民 今天谁跳枪谁出局 明天谁跳枪谁出局 枪牌就说自己是平民 跳枪的就是汉跳 就这样 白痴牌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就是女巫被砍了 假设读的识是一个好人的话 我算了下场上十个人 加上混子狼有5.5票 5.5票 就是只要识读错了 然后混子听明白了以后 直接一归 就输了 就已经输了 所以我们第一期希望于识读出去的是一个狼 我在这说的话才不是废话 然后呢 所有的好人呢 就没有什么压手和分票了 就所有的好人压手 就等于是帮狼 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本来六号玩家不跳呢 我会说 八我是不出的 八不是汗跳 八是混子 所有狼 你觉得狼会放出八来就跟我汗跳吗 所有狼 忍了 而且我现在打不打 反正七号玩家对我能有容忍度 我认为七号玩家有可能是狼 退水是因为八混子起跳了 他发酒茶沙 是在我跳的很正经用力的情况下 他起跳酒茶沙 八起跳 茶沙七 七退水 他反过来的警察逻辑说的是对的 什么他酒 但是他为八退水这个事情和跟着我后边起跳这个事情 我当时六号玩家我甚至说咱们不出八 如果你们信了八呢 也是出七 我和八号玩家认可出七 我当时都想这么说 但是六号玩家你起跳站八的边呢 没关系 我告诉你我呢 直接去验八就是别出八 这局游戏不会是说八号玩家是一个狼在跟我汗跳 六号玩家 你要是个白痴 在我的眼里面 你屋死了 你送出来 而且站错了边呢 就把你投了这个游戏直接结束 如果呢 那个时读错了 这个游戏也结束了 我是这么认为 所以这局呢 所有的好人 信我的好人 能够争取把票集中一下 去投六 然后晚上我直接验八 我没觉得八能验出一个狼来 就是他跟我汗跳 他都是个混 刘晓松你还敢汗跳啊 你也就是个混 语无伦次的想扛一腿了不地了 他们能够去投你的票吧 还有三十秒 我还能容忍 就是因为我反正起跳游戏家 你们信不信 小松起跳游戏家了 他但凡不是个真游戏家 不太会起跳 知道吗 但是呢 他得是个混 他查他的七呢 我听完了以后 我都吃不准 七是不是 就是如果好人不信 我可以 就算你们投错票 咱们就把七投了 但是我从这归票 归的可是六 我呢 一定会去和好人去投六 不能分票 这局游戏其实没有事 就你们信把他投七吗 验的叉叉 你们觉得八会验七叉叉吗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好吧 所以六好人家 你出局 我希望能够超过五票 把六投出去 投不出去 没有第二天了 没有第二天 我第一天发言说的是什么 我说女巫昨天晚上吃刀了 对吗 为什么 过 二号人家请发言 我跟三号对话 我是警上 六号一定是一个狼 我是警上唯一支持你的 所以我的话你一定要听 我觉得七号可能是个身份牌之前 因为我觉得七号刚才九号这么发叉杀 一定是底牌够硬 我没想到六号 我没想到五号白痴 我以为七号白痴让六号听出来了呢 六号这反应还能不是狼 有你事吗 女巫已经死了 你挑一白痴 那轮次是谁 七号查杀 三号原家 你要么出八 要么出七 有你六号事吗 你挑一白痴干嘛呢 找刀呢 凭先进个人 现在谁跳 谁跳白痴早 谁就能获嘉奖 别人给你投票 所以六号一定是一个狼 九号大概率是扎对了的狼 我跟你说八号为什么不是混子啊 如果八号是混子 七号狼人八号为什么起跳啊 七号已经跳的够好了 给九号发一查杀 八号混的不吃信息 就直接退水 或者给七号打个煽动 或者假装中晕 或者打一个阴阳斗沟什么的 怎么都行 他为什么起跳 混的跟你憨跳 让狼人给混的退水 不合逻辑 那七号就是八号一个狼混 把一个真正的狼 把纯血统的狼打成焦点牌 这一定不合逻辑 所以我觉得八号一定是一个狼 一定不是混的 那本轮可以全票出六 我觉得 后置位的话 我觉得九号确实像狼 一号跟你玩了九把了 全都是好人 我看看 第十把还是好人的几率是 三分之一的十四方 概率太小了 我觉得 我觉得你聊聊你的身份 我觉得怎么也该没狼了吧 然后之前五号是保了一 对吧 但是五号 其实那一轮翻我觉得也不太好 但是你是白痴 我认 因为你那一轮没打二 你把所有人都保了 那该出狼了 二应该是那个狼坑牌 你没点二 但是我觉得你既然是白痴了 我觉得OK 七号我认为是好人 我觉得可能是个 反正七号应该是好人 我觉得十十一十二里边在产 先先看十号的身份 那六号 六号肯定是狼了 对吧 八号是狼 我就九号是狼 那十一十二一里边在产一狼 最后一狼 我觉得你们聊聊吧 对吧 诅咒你要不就十一十二 你找一匹狼 我就听你的 你找不出来 我觉得你就是那狼 好吧 过了 一号我家请发言 我是啊 我是狼 我就是狼 这四是我刀的 对吧 我呀还不跟你拍刀 这是一会儿的 就投这个三 就投这个三 听见没有几号人家 你是个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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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再出一个 对吧 我是个狼混 我混了九 我的敏人心得就是 你是个狼 我觉得十二是个好人 我觉得五是个身份牌 三是个身份牌 这就是我的敏人心得 飞神即狼 对吗 那就你一会儿 就投 五张 现在十一定不是个狼走的 对吗 四是个女巫 十一定不是个狼走的 这种情况下呢 咱们就投这个三 绑票 就这么简单 好吗 没有什么过多可装的 我是个混子 我混了你九号玩家 你投谁 你一会儿发言 你要想倒钩 反正我跟你投 你爱投谁 投谁 你只要说投这个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十不是个狼走的 你要是个狼的话 四狼在场 我混了你 加上我就是五点五票 因为他是个狼 对吗 五点五票 就把预言家出了 就这么简单 出什么七啊 你管他干嘛呢 是不是这道理 就简单 简单游戏简单打 那你们都说九是个狼 那九就是个狼呗 那我也是个狼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到了女巫 毒了好人 那你好人就交牌 是吧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出这个三 因为我觉得出这个七呢 很危险 在天津打的时候啊 他是一张接了茶沙 不表水的枪 最后三刀啊 没有找着这个枪啊 拍刀拍了三刀 没找着这个枪 就是他 你知道吗 接茶沙不跳枪的 这么一个人 他没准是个身份牌 你管他是不是呢 总归先把 冤家开不了枪吧 是不是这道理 先把三出了 好不好 就这么简单 然后就绑票了呗 还有什么过得可说的吗 你又说啊 我是个好人啊 我九是个好人 知道那表水 投八我就跟你投八 就这么简单 好吗 反正我一定跟你走 我也知道你是个狼 八得是个狼 好吧 这六还能 妈不是狼 你还有天理 那就投嘛 投三 三开不了枪 或者是你想投谁 投谁 我随便 好吧 我就听你归票 过了 12号文家请发言 你是在嘲讽我 那天没找着 七这张猎人吗 我在那拍刀 拍了三刀 没找着他 对不对 我是个好人啊 不是这个游戏 我总归 我觉得这个 医疗的很奇怪 你是个狼 混 你告诉我 你们场上 绑票的游戏 就结束了 对不对 你在这个位置 挑张混子 你就只能是个狼牌 那个六是个混子 那个六好人家 我认为你除了混子 和狼 没有别的衣服 可以穿 对吗 前之位的 我头八是 我觉得 我头八是觉得 这个人汗跳吗 我不记得呀 但是 八好人家给 但是七锦下 解释完那个心路历程 我认为你只能认识三啊 因为我是觉得 我这个位置 我肯定听九的发言先 因为十一号玩家 你开牌被我锁死了 好吗 你开牌被我锁死 我昨天学习了一下 民两边人的技巧 你被我是锁死的一张牌 你去投八了之后 我 而且那个四是个好人 投完八我 犯处了 八好玩家 确实就像十二玩家说 因为我认为 你一号玩家 暴露的信息蛮多的 首先你告诉我 你是个狼混 你认为九是个定匪 你是个狼混 那你们现在场上 如果八是个狼 那场上已经是 四狼在 四狼在 四狼加狼混在场 那个使你 默认一张好人牌 你真的挺自信的 那游戏就一定输 所以你在这位 跳狼混 有可能我认为 你们场上 应该不是 四张狼人牌 对吧 反正六好玩家 我不知道你是个什么 你在这个位置跳白痴 你要么是个狼 要么是个混子 因为七八的关系 我在想六如果底牌 是个混子 他会起跳 会在井下吗 大概率不会 是个混子 大概率不会 你就只能是个狼 要不要订票出六呢 因为六极其想死 但我就觉得 他的发言 跳白痴 像个混子去扛一推的 因为他告诉我 十一定是个狼 我认为 我不太认为 可能后面都是好人了 这个九再听一听 因为九说一混了他的时候 这个九的表情 其实蛮不可思议的 我认为 如果真的四郎在场 加这个狼混 那就绑票 我再听听八发言吧 好吗 因为我还算能认可 这个七 那个逻辑 但是我 但是我觉得七像了 过了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聊什么呢 首先我是一个好人 因为 昨天那个第二盘 我也不想说了 因为我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我 首先我昨天发言 和那什么都没什么问题 你去踩我就不管了 因为我觉得这把狼 就是一二三七 因为三号玩家 你井上发完言 我觉得你一定不是原家 因为就你们民我 可以抛开 没关系的 对吧 你呢 你在 你在那个位置呢 说了一句 十一号玩家 你呢 站不错边 这个 我经常站错 这没关系 你说我看看你的表现 然后呢 你紧接着说一句 我要看看四号玩家的表现 我觉得 你就直接聊爆了 你必须是一个狼 你夜里砍了四 压抑不住 心中的窃喜 因为你说 你知道女巫已经死了 我也知道 这个事能不能做成 你身份好的理由 而且我觉得 七井下发言是狼 因为他说 他是一个好人 他觉得如果八是一个狼 因为他的发言里 他锁定了 三一定是一个预言家 首先我认为 我是一个好人 我听完三的发言 三一定是一个狼 五六等会儿再说 所以七说 他认为三一定是一个预言家 我觉得就不可能 其次他认为 他是一个好人 他在那操作了一下 有可能把他心目中的狼 八号玩家操作掉 但是我认为 如果真的 首先我一定不会 在那个位置去操作 因为后边就一个八了 他退水了 三就是唯一预言家 如果他真的要操作 他一定是给八发金水 他是一个好人 他觉得他认定了三 是一个预言家 不可能给九外之位 的人人查杀 所以七号玩家 你必须是一个狼 所以我觉得狼 就是一二三七 因为我认为 六号玩家身份极低 他自己发言里 他认为所有人 把他彩成相片了 没关系 而且我认为七是一个狼 他想出局 所以他是一个混子 因为他高之位 第一个发言 七一定穿不起身份 七是一个狼 所以他想出局 他是一个混子 今天我一定不会投六 我会投七 因为我是一个好人 我认为狼就是一二三七 兄弟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我是一个好人 井上我觉得三发言 就必须是狼了 而且三号玩家 你今天井下说 你认为八是一个狼混 还得吃你一宴 你自己也说了 这局你认为四是一个好人 出局了 四是一个女巫 十是一个好人 出局了 四狼在场 如果八号玩家 是一个狼混 拿着井徽 那就不用玩了 所以你前后矛盾 你今天必须 就明天再出 好人能不能赢 我不知道 可能赢不了 但是就好人 就好人就玩吧 就尽量玩吧 那天 那个 丘比特那局不也是 稀里糊涂就赢了吗 今天我会投七 因为我认为七号人家 一定是一个狼 其他没有了 我觉得后边一个冤家 一个好人 我过了 我要投七 九号那时发言 不太对 你盘着 我说 我觉得是一 七十 三六 除最后一狼一混 我先说吧 先说投票的理由吧 紧下张牌 首先这张八号玩家 我不认为他敢汉跳 这是我投给他 最大的支撑的理由 因为我认为 三八两张牌 都只做了 预言家最应该做的 基本工作 就是抱怨人和刘景徽留 对吗 没有什么别的 没有多余的东西 三号玩家说 多了他也管不着 八号玩家就 就就就就 就人是站起来的 但是发言质量 其实说实话很低 我单纯冲着八号玩家 不太敢汉跳 且他查杀这张 其警上来 炸了我的身份 我投了一票发 我首先 坚定让我站八的理由 第一点 这张十号玩家的遗言 让我定 他一定是个肥 首先第一点 他如果是一张 好人牌吃毒 没有任何的紧张感 因为我们想象 那个情形 四号玩家 已知是一张女巫 十 如果已知自己底牌 是一张平民牌 他的遗言 一定有一种浓厚的危机感 会告诉厂商的人 厂商如果是四 厂商 如果他是个好人 就是四郎俱赛 那么他说 如果这剧游戏 还有混责 恰好又是狼混的话 这剧游戏 咱们就直接输了 但是他的发言 从来没有流露出这种感觉 这是第一 他是个狼的点 第二 他是个狼的点 他的发言 他紧下投票 投了一票八 最后的发言 他说他要站边这个三 而他所有的站边理由 都在打八 也就是说 他没有任何的理由 投到这个八头上 因为如果他是个好人 他想的明明是八 如何如何 发言不好 如何如何 做不成冤家 但他投了一票八 然而在女巫和他出去之后 他告诉大家 他要站边三 所以实时这个位置 我定了个狼 而他的遗言说要站边三 我认为三 坚定了我站边八的理由 其实我开始以为二是一个狼 因为二号玩家站边的理由 我实在是难以接受 首先你打到我九 你说我九应该是明对的一张狼 当时井下九十一十二 三张牌回来场上 起码咱们不听任何两张牌的发言 这张七号玩家 是一张起跳预言家 发了个茶茶 而七井上茶茶了我的人 我作为一张平平牌 我是不是也更青睐于八号玩家多一些呢 应该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当时认为你二号玩家是个狼 但你一号玩家 我不知道在操作什么 你这样跳 你就只能是一个狼 那么二号玩家强明了你要身份 二号玩家又是一个站错边的好人 所以把二宅出来 一是个狼 为什么火焰老师聊暴了 因为你说刘小松是一个混子 他是个混子 他是不是只能混JY 你见过混子给自己老板发茶 是他刚住了不退水的吗 所以八号玩家不能是个混子 那他就只能是个冤家 这是所有的理由 以三号玩家为逻辑经典 按他的逻辑去排 八不能是汉跳狼 那我也告诉你 他不能是个混 因为他是混只能混JY 他就不会发茶给七 所以按你三 以你的逻辑出发 八不能是混 不能是汉跳狼 八就是语人家 那七就是茶茶 为什么我觉得三六里面 哪张牌是混 哪张牌是狼 我还要斟酌一下 没关系 因为你有警惠 三六验一张游戏就结束了 我认为这游戏不是很难打 因为十号玩家 我认定是一张狼走的 三六两个 我个认为有做成混的点吧 因为六 他很明显想出局 而这张三 锦上的发言 我认为他不太 又那么像一个 起来就要刚住的汉跳狼 因为他的发言 他说 一六我不管 七八我也不管 但是昨天女巫死了 我可能要管一管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三也有可能是个混 没关系 你愿人家三六里 验出一张狼 或几张精水游戏就结束了 这个位置跳个狼 混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个好人的话 你能骗到谁呢 对吗 所以我觉得一应该只能是个狼 我尊重你的配置 我认为你只能是个狼 本球戏先出这张 查杀牌 七三六 验一张游戏结束了 过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首先 狼人第一天到到了四 让我觉得这个场面上的形势很严峻 然后这个 我说实话 我觉得十像一个狼走的 因为 十是一个警下给我撑票的人 然后 法官说双死 他的遗言是 因为你四 这个 去支撑了把钱 你毒了我 所以说我觉得 那我可能站错边了 在他投完票 到这个法官宣布死讯之后 这个期间 场上其实是没有任何动作的 是什么原因 能够让他 这么无脑无理由的去 变态的战边 我觉得他得是一张狼牌 我觉得这个六是个混子 在我查杀了七以后 根本就跟你没有关系的一个 跟你没有关系的一个轮次 你跳出来一张白痴 我觉得你就是想 去送死的一张牌 所以说我觉得你是个混 七是我的查杀 三是我的汗跳 我觉得 这个一 那因为我认为六是个混 那你只能是个狼 我觉得 我认为这个 十是个狼 一是个狼 三是个狼 七是个狼 这个二呢 没办法 配置在那儿 第九名嘛 对不对 我对你有宽容度 那我希望你能够站回来 今天出这个棋 别的也没有什么说的 我觉得 我第一天 我第一天说这个五和三 不见面 是为什么 是五说了 这个三不像个预言家 但他都觉得发言还行 如果说他是他的狼队友的话 这是一个狼 应该在井上做的工作吗 我觉得不是 所以说我觉得 五在井上 我认为他是个好人牌 现在 我觉得还能打 我觉得还能打 因为我觉得 我认为是女巫独走了一狼 今天把这个棋出了 然后 狼坑都是裸着的了 没有啥 今天出区醒了 归棋 请让归票七号 下面建议放逐投票 慢举无效 三二一 请投票 一号 六号 八号 九号 十一号 五点五票 投票给七号 看一下 二号 三号 五号 七号 投票给六号 十二号 投票给八号 七号玩家出局 游戏不结束吗 游戏不结束吗 游戏不结束 那就结束了 游戏结束 狼人获胜 我让你说 让你说 我就混了你 我还是骗你 你觉得我是个好人 但是 投膝呢 大家负下盘 你是啥呀 我赢你啊 狼人分别为六号 八号 九号 十一号 女巫为四号 游戏为三号 猎人为二号 白痴为五号 平民分别为 七号 十号 十二号 一号牌为混血二排 一号牌混了九号狼人 所以这局是狼混 狼人第一天到了四号女巫 女巫当晚读掉十号一张平民牌 游戏验证四号为金水 第一天白天 七号平民被扛推出局 那此时场上还剩四张狼人牌加一张狼凤牌 就基本上怎么都赢了 就绑票就赢了 好欢迎回来 这个十二啊 昨天晚上走的时候跟我说 我怎么总定错歪哥好人身份 都快哭了 我说没事歪哥那好人那个啥数据零点零三吗 然后我说他跟我说 今天总归一定要定对歪哥的身份 反正好像又没定对 至少发言阶段没定对 还是没有太大的自信去定 其实我觉得就是JY的发言啊 因为他无论拿什么身份 他是那种就是他无所谓的 而且发言也不会很用力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用情绪打动了人 而不是用逻辑 但JY其实每句都在说逻辑 也在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玩法挺好的 只是可能啊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可能习惯性的 会用情绪或者什么去判断人的身份 所以定JY的就一直定不准 好人天崩嘛 其实狼队呢 已经被好人其实锁的比较准确了 对吧 因为这张三井上去锁了这张六 且得到了五号白痴的一个附和 因为这局游戏你从井上的整个序列看下来 五号玩家终究一定是整场身份比较高的一张牌了 对吧 从逻辑上讲 对对 那么他们锁住了这张六 十二第一天锁住了十一 三号七号玩家JY基本上锁住了九 所以其实狼队已经被锁的比较 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天崩了 对吧 女巫独了一张平民牌 其实我挺喜欢看到狼队赢的 对 其实刚才就是发言到一号那的时候啊 已经其实把他想说的以及怎么样去赢 说得很清楚了 对 所以刚才其实可能作为 我觉得如果是我作为九号的话 被他混弄 真的不会这么用力的发言了 我会跟一号好好的说一声 来跟着我投票 跟着爸爸走 其实十二投八这一票呢 我们看怎么说 因为其实好人团队在后制位有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好人团队在偏后制位 其实没有一个人明确的去号召 还没有 就是比如说去站三边的牌 那么没有人去明确的号召 我们今天就一定去投这张六 还是去投这去七八里投 那么这个确实是因为后制位就没有好人坑了 对 后制位基本没有了 所以在后制位没有人明确给出意见的情况下 十二这个位置反正分了一票 他最后是站对了 但是他投的是八 好人团队选择今天先去把这张六冲了 对 不过算的确实算算票也不够 虽然说这一票不应该分 是就主要是这张诅咒 这游戏发挥的还是比较好 对 点的全都准 因为那个时候九号玩家还是一张隐狼 对吧 其实身份还比较不明的 但是他确定这张九一定是一个狼人牌 他直接跳出来了 一号玩家是这么说的 你们都说九是狼 那他就是狼呗 对 你看怎么说 因为一在这个位置打的肯定是对的 一就给九弟话说 我就是一个混 我混的你九 对吧 你要是狼你就跳出来 咱游戏结束 你如果是一张好人牌 你就认张好人 那我是混的你 我告诉你这个八的发言一定是个预言家 一定是张狼 一定是张狼 对 对吧 你要是个好人 你跟我说我们就去投八 对 对吧 这样打是很对 那么在这种局面下 如果我们假设这局游戏九真的是一个好人 九在那个位置跳一张好人出来 那他这局游戏基本好人坑坐定 对吧 没错 那么一这个位置 他们有人可能会盘一是个狼 然后一号玩家可能他是在装混 但是在九任好人的情况下 一号玩家一定会去投八 对没错 其实这个看不上行就很轻 投了八一应该就是一个好人混 我们假设九是个好人 那一九好人 五六里面全场人坐定五一定是个女巫 对吧 五一定是那张白痴牌 那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这局游戏应该说还有的打 因为那可能比较含混的就是这张七会不会是一个就是七八在做这个 在做身份 或者是说七号玩家会不会是那张混 对 就是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逻辑上不是特别确定的好人坑就只有七这一张 对吧 但是其实是怎么说呢 六那张其实在一那发言他说的很清楚 说八一定是张狼 六那个发言还能不是一张狼 对 之后呢 因为我混了你九 六的发言 刚才六号玩家估计可能也是就是领先的时候啊 还是比较开心的 之后 陶子已经把六的发言都说了嘛 我是个白痴 我站边八 嗯 所以说我投警长投的三 但我现在决定站边八了 对 六的意思是这样子 虽然我站边的是三 但我觉得你们都会站队的 你们如果不信你们来投我 嗯 那你还说啥 嗯 等于是其实六的发言应该可以让有配置的好人确定一点 这个时一定是好人走的 这有点有恃无恐的过分了 嗯 对吧 所以这个全场就能告诉别人时一定是个好人走的 呃 但我看有人问几号是猎人 猎人是二号 二号李太祖老师是猎人 对 李太祖最近进步了不少啊 发挥异常稳定 嗯 嗯 其实从逻辑上来讲 八的发言就在警上有一点问题 就是八在警上啊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呃 我查杀了这张七 然后如果三是跟我汗跳的话 那我听发言 我觉得五不认识三 嗯 会觉得有一点奇怪 因为我们还原到这局游戏里面 首先查杀啊 首先去验七 嗯 我们姑且先不说这个场上会不会有人真的去守验七 因为小松确实有可能 他被七整得太那个啥了 嗯 但是倾向于如果小松是一张预言家的话 他验了七 他在警上一定会说一下心路历程 嗯 对吗 没错没错 我叫你诸葛亮 我就验你 他没有说这个东西 OK OK 嗯 且在这个位置 因为如果八是个预言家的话 他已经验了七 七是井上已经汗跳的牌 嗯 所以他那个位置 他就一定会盘三偏向好人 不不 当时如果是小松的性格 我突然想他一定说 三好玩家你别退水 你千万别退水 对对对对 我在井上找到两郎 特别开心 他会 他会有一个去盘三七 是不是双郎井上连跳的过程 嗯 这是预言家视角一定有的 他不会认定这张三 三尼可能是个汗跳的 嗯 那么我通过你 我去保五十个好人 这个反应就有点怪了 嗯 嗯 然后呃 有朋友刚来是吗 OKOK 呃 我们这局游戏附一下板子 来彤彤给他们附一下 呃 这局的话 一号玩家诅咒 是一张混 就是混子牌 第一轮混了九号玩家狼牌 二号玩家李太祖猎人 三号玩家火焰预言家 第一轮焰了四号玩家金水 四号玩家是一张女巫牌 第一天夜里中刀了 那读了十号玩家 之后五号玩家是白痴牌 六号玩家 六号玩家狼 七号玩家名牌 八号玩家九号玩家狼牌 十号玩家第一天被读的是一张名牌 之后十一号玩家狼牌 十二号玩家是一张名牌 嗯 之后第一天的话投票 就是井下 呃 井下的投票的话是只有 二和六两张牌去投给了三号玩家 然后四九十三张牌投的八号汉跳狼 对对 然后其中有两票是好人投错了 然后九十狼同伴投给了八号 然后六道勾了一下 一开始投给三 嗯 然后二十个好人猎人 投给了三号火焰老师 二十真原家 嗯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所以其实从第一天之后 女巫走的时候 他还是比较信 八号玩家是一张呃 冤家牌的 所以当时算是一个比较比较崩的一种情况 其实逻辑上这局游戏排除掉天崩 好人战边的优势其实很大 因为我说实话 狼人视角甚至都不敢定五是不是一定是个白痴 因为六的发言有点太对吗 太爆了 以五号玩家他那个位置 他的配置有可能打出一个白痴带跳 没错 对吧 所以其实狼队还挺尴尬 嗯 这局游戏就这么很快的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当时他们也在在一号玩家这样子的发言之后 狼还是选择了击下来之后去去采一号玩家或者是 对 呃 第二局呢是一个魔术师的板子 嗯 魔术师我都没玩过 能给我讲讲吗 对 魔术师他是这样 他晚上可以换呃 可以换两张牌的牌次 呃 这两张牌身上产生的判定呢 会完全相反 你比如我是个九号魔术师 我换的三和五 嗯 那么就是怎么说呢 包括刀啊 毒这些都会变 且预言家的验人也会变 就是你比如我换的是三五 然后预言家我验的是五 那其实得到的身份是一个三个身份 三号的身份信息 包括他的一些死亡都会改变 哦 我想高一点 这个挡住我脸了 对 我们现在这个打出了一个板子的介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然后狼队呢 是呃 四神是预言家女巫猎人和魔术师 狼队呢 有一张黑狼王牌 哦 那还会好一点 要不然如果是四张普狼的话 其实魔术师版本狼是比较吃亏的 对对对 然后 我们现在比较多的魔术师版子 是一张牌一局游戏只能换一次 呃 因为如果 整局游戏只能换一次 如果能一直换的话就太bug了 嗯 所以就是不可能一直去保护一张牌 嗯 先是一开始是一直可以换 这个板子刚出来的时候 然后呢 后来了变成了隔天换 就是你今天换三五 那你至少明天不能换三五 最后现在变成了一局游戏一张牌只能换一次 一张牌只能被换一次 对对对 呃 我们没有确认过 当然我们应该打的也是这个规则 但是可以 比如说他第一天可以选择不换 对 他可以选择不换 我觉得第一天不换的话呢 会让好人的事也会清晰一点 对 而且可以保住一些关键的张位嘛 因为这个换的次只有一次的话呢 其实还挺重要 嗯 最后一局是一个黑狼 呃 骑士白狼王的一个板子 我看看还有观众在问 嗯 他们那边应该快 我们看一下那边 我特别期待这个魔术师 嗯 魔术师反正挺有意思 嗯 有的人会认为这个特别强 嗯 我们最近其实打的也挺多的 就是 嗯 如果是按照就是一张牌只能换一次 那魔术师的策略性是特别强 魔术师这个板子其实很容易被人忘掉的一点 就是这个换人的问题 嗯 就是有多少次汉跳狼直接被打爆 就是因为他忘了这个换次 很难编的 这个 谁换了谁 又谁换了谁 对对对对 可能预言家会把这个事记得比较明确一点 但是汉跳狼有的时候老忘 因为 因为比如说魔术师说我换的三五 然后汉跳狼就说这个三一定是个狼 嗯 他把他把换过之后 他验的是五这件事就给忘掉了 嗯 像什么就是换的这个死讯什么的 一般没有人会忘 就是验人这点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疏忽 毕竟是编出来的嘛 对对对 其实第一局的话等于是比较快就结束了 嗯 嗯 这也是刚才我们在开始之前我所说的 就是说特别想看到狼混的这种情况 嗯 大家也看到了 就算刚才的如果是狼混 就算是第一刀 就是没有中女巫 或者女巫毒的是一张狼牌也好 其实狼的就是说迎面还是比较大的 一会可以去采访一下他们 一会问问他们谁指的刀啊 这第一刀还挺 对 这一刀女巫下去 而且女巫刚才没选择上井啊 有人问你微博 我微博啊 童童小姐姐 一定要记住了啊 我要看到明天我的微博 是不是那个关注 就突增一万 可以 哎呀 李太祖 李太祖这这局整局 就是他最近整个发挥的非常的优秀 他可能是用爱上狼人杀链的 对他的数据值现在非常的高 平时总拉着我们一起玩 因为昨天我们出了一个那个出了一个数据 常规赛的数据 然后他因为只上了一轮没有被算进去 但是他的数据给整理出来 数据非常高 那在等着这个决赛两轮都给加进去的话 他的数据肯定会进去 可能有好几项 我看都能排到第二甚至第三 但是其实就是还是要参加多一点 这个数据拉开才平均 如果是参加的就是比较少 虽然就是我之前的数据 看着也还蛮不错的 但是确实是会有一些 这个 就是会有很多因素 刚好 刚好那一天就是发挥的比较好也好 就会造成局部的数据特别高 对 所以我们一开始没有算这个东西 这么社会吗 怎么了 对 第二 第二甚至第三 我们认为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 好像确实是没有第一的 到时候我们把那个报告给发出来就行 这局游戏怎么这么长时间啊 我看到有人跟我表白 这儿有一个观众在挑拨BK内部的矛盾 今天的女姐说比昨天好一些 昨天还缓缓 真的假的 这不是有个大幕刚刚飘过去吗 有眼光 回去我就给缓缓发微信 有眼光 就这种挑事的事必须得干 哎呀 对 彤彤小姐是BK的高手 因为 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组织 之前火焰跟我聊过 还是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 第几档的这个分别的 就可能会 就你们 你们里面吧 可能会认有一些玩家属于第一档的 对吧 去参加高级别的赛事 他们说我是第几档的 啊 好好奇啊 跟我说是第一档的 真的假的 嗯 但是缓缓第几档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 对 哦原来你喜欢 原来你喜欢缓缓小姐姐这种类型的 都她 明白明白明白 我明白 不是她胖嘛 对吧 就看起来非常的好捏嘛 好捏 哈哈哈哈 嗯 弓彤小姐就是 其实珍珍应该也算偏一线的吧 就是珍珍 嗯对 虽然最近出来的少一点 没有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公认的最一线的就一两位 我们其实都不是 我们都二线三线 我说的那个是捏脸 我这么正经的人 我说我这说的时候 那个解说不是那个旁边导播台这个笑呢 不是你们这个思维太复杂了 你们想捏哪脸 下一次我们把黄花再叫来 我说的是捏脸 哎呦 你看你看墙都刷来了 没有主要 最近我们老出去玩那个古董剧中局去 在哪里玩啊 最近你们不是也在学吗 我们 我最近工作忙 要不然我就来参加大师赛了是不是 对 回头我们有时间跟我们私下玩玩那个 还挺好玩的 在哪里玩一般 是在玩网杀还是 面杀面杀面杀 可以私下说一下 在这玩吗 看他们的情况 就看大家每天在哪个区域 好 嗯 对啊 彤彤好看又厉害啊 彤彤打得真的特别好 我第一次看你是在超级星天 嗯 我第一次看你 超级星天你觉得打得什么 嗯 因为其实 我觉得就是我们 对于发言和心态一般都算是 比较平和一点 所以我们 我自己挺喜欢汉条的 环环和优柔一样大脸 这是谁在骂我 这 说你们配呢 不是 说你们都好捏 我能跟那个企鹅一样 大脸吗 是说你们都好捏 哎呀 你们下次要互捏 我好想看 哎呀 今天刚才发挥 哎呀 怎么能说捏呢 我刚才那边乐 我还有点奇怪 我说这词咋了 这不 这不挺好 我可能还是简单了一些 我 我真的 我贴脸 我贴脸发言 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个问题 我们的评分 要 想一下了 呃 评分 你来吧 对 因为刚才 我不知道最高是几分 呃 最高是五分 然后会有一个上下浮动 也就是说五分是基础分 然后 嗯 最低可能到零分 就比如像刚才那个四号玩家 那个遗眼 哦 站边八号 觉得十是个狼 哦 还把狼给 对对对对 还把平平给毒了 然后最高呢 可以给负分吗 最高是十分 哦 最高是十分 就是五分是一个基准下 对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因为反正这个四 他跟前三名还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是有一点点权利的 你给他两局十分 我觉得他也冲不上去 哎 没有啊 牛肝最近发挥很好的 因为我们昨天说的那个数据 真的是很认真解释 呃 很认真整理出来的 牛肝那个第五第六轮上去之后 一直 他的数据真的是非常好 要不然也不会把 嗯 很多像数据的关键数据 他都是第一 呃 包括昨天有一个数据没有说 就是效率值 效率值就是 昨天说过一个那个厂均的逻辑输出量嘛 然后乘以他的判断的准确率 能够得出一个他的厂均的正确的逻辑输出量 呃 牛肝那局在常规赛阶段 牛肝还是最高的 牛肝的效率值为五 我给四号玩家打过扣 对 呃 也就是说牛肝 厂均拿好人的时候能够输出五条干净的 然后不含混的那种正确的逻辑 嗯 我们有一个发挥不太好的玩家 他的呃 他的效率值是零点一七 大家 是第十二名吗 啊 是第十二名吗 反正就是确实有几个玩家就是打的比较少 然后数据取样少而且发挥还不太好 嗯 那你想你要观众朋友里面要是个好人 你觉得一个效率五和一个效率零点一七的玩家 对吧 这个好人团队那你 肯定是愿意跟那个效率五的人在一起玩 对吗 牛肝打得很优秀的 那这 呃 给他打过扣吧 对吗 因为这个很多时候好人呢都有一个 那这局游戏就菜了 那咋办呢 是吧 刚才可是你在黑他 没关系 是你跟我说给他打零分的 得往回 得往回着吧嘛 呃 不是KS 不是KS KS其实发挥还很好的 嗯 我记得我那个 说说很好 其实有点过分 我之前那个比赛的时候 他的数据还是在中 中断 嗯 对我比赛的时候给那个KS 经常给他挖坑 嗯 因为我们平时一起玩网杀的时候 就经常喜欢看他站错边 嗯 因为就给他挖坑 之后给他 我给他挖了两次大坑 我记得第一次我是拿鱼演家验他 第二次我是汗跳还是验他 都给金水 之后第二次 哎呀终于可以了 OK 我们千万一欣赏第二局的比赛吧 二一 天亮了 就直接在这 竞选警长 请在我到时候按灯 三 二 一 请按灯 警下玩家有 三号 九 三号 二 三号